有一群人到山上去打猎 其中有一个猎人不小心就掉进了很深的坑洞里 他的右手和双脚都被摔断了 只剩下一只健全的左手 这个坑洞里非常的深 而且峭壁非常的陡 地面上的人束手无策 只能在地面上冲着他喊叫 幸好坑洞的墙壁上长了很多的藤和草 那个猎人就用左手撑住洞壁 洞壁就是这个洞的壁 以嘴巴咬住那些草慢慢的向上攀爬 地面上的人接着微光 看不清洞里只能大声的为他加油 你赶快啊赶快爬出来啊 等到他们看清他身处险境 嘴巴咬着小草在攀登的时候 他们那些人又忍不住的议论起来 他们说哎呀像他这样一定爬不上来的 那个人说情况非常的糟糕啊 你看他的手脚都断了不能动了 哎呀对呀 这些小草根本不可能撑住他的身体呀 真可惜他如果塞下去死了 那么还有家产就无法享用了 哎呀那么他的老母亲和妻子怎么办啊 这个丢在坑洞里的人猎人 实在听了他们讲这些忍无可忍了 他张开大嘴巴 你们全给我闭嘴 就在他张开嘴巴的刹那间 他的嘴巴咬住的那个草松开了 又再度的轰掉入了坑洞 当他摔到洞底即将死去之前 他听到洞口的人还在异口同声的说 我就说嘛 用嘴巴爬坑洞 那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两个道理 只有在困境中的慈爱和关怀 可以救人 看见别人落难了 看见别人不好了 我们要有慈悲和关怀 所以看见别人生病了 要多关心和关怀他 你能救人 如果在困境当中 你天天的去议论和批评别人 只会使别人陷入更深的绝境 第二 在自己面对困境和难关的时候 我们人不应该在意别人的议论 我们要意志坚强 向上攀爬 用毅力和恒心来战胜困难 因为当你自己放弃的时候 那才是最可怕的堕落呀